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一樣 這裡的話,他說這個 Booking 工作表 利用幾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就是 Vlook 函數 我想這部分應該沒問題 Test 函數呢 前面不少沒有用過 這個是格式化 然後呢 Hotel Hotel Detail Check in Check out First Name 的範圍名稱 這個就是名稱範圍裡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 設定什麼 Book ID 欄位 所顯示的 Hotel ID Check in 然後格式的話就是 MNDD 然後 Day First Name 最後做出來結果就要參考的結果 這部分類似做出來就是要像這樣子 這樣的格式就對了 那這樣的格式我要怎麼樣把它拼裝起來呢 首先的話我們產生練習題,各位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話相關的資料,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Hotel ID Hotel Name 然後Room Number 然後 什麼Room Type Lookout 等等的這些有相關的 還有Hotel Name Hotel的名稱 ID 那這部分的話 實際上就很多的對照表 另外第二個各位可以看一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這邊有個 Booking Booking的範圍在哪裡 你可以點下面這個範圍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Booking 就是整個 然後其他還有 我們後面會用到的像是 Hotel Hotel的範圍在哪裡 就在這個 Hotel的範圍 這邊有個Hotel Hotel範圍的話呢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就在 Booking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把這些相關的範圍 然後還會用到像是什麼呢 像是Hotel Detail 這邊有個Detail Detail的話就在這裡 實際上Detail就是 Hotel Name的意思 Hotel的名稱 然後 還有其他像什麼呢 像Check-in 或者是其他的名稱 這邊有Check-in Check-in的部分在哪裡 Check-in在這個範圍 然後還有Check-out 就是登入登出的範圍 然後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其他還有類似像這些 還有First Name First Name它的名稱 First Name部分的話呢 是在這個這個欄外名稱 那也就是說我最後拼裝起來 要把這些呢 利用題目給我們的這個部分呢 做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 參考結果這邊就有有相關的 就是最後 要組合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的格式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 我們逐一來 逐一來看 第一個的話 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優標先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那先把 Booking 部分 優標放在 Book ID 那這個 Book ID 裡面呢 要求的 要求的名稱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 Book ID 的部分呢 題目有要求我們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Book ID Book ID 欄位裡面要顯示 Hotel的 ID Check in 然後呢 跟 Day First 這個 Day Days 跟 First Name 這些名稱 那這些名稱 我要怎麼樣把它組合起來呢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我要用什麼呢 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呢 用那個最近使用過 看有沒有Vivo函數 有用過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我要根據 Hotel 根據這個名稱 去找什麼呢 找 Hotel Detail 就是這個 按 F3 去找一下呢 Hotel Detail 這個 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裡面的話 我要找到 第二欄裡面 那完全比對 我要找到它的這個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你可以發現 在這邊可以找到那個 Detail這個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 在這個Hotel裡面 可以看到 就在這裡 把這個ID帶過來 其實我們剛剛就是這個範圍 的第二欄 把資料帶過來 那帶過來之後的話呢 後面還加上什麼呢 加上AND AND之後串接 然後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上一個dash 因為題目要求我們加上一個dash 後面呢 再加上AND AND什麼呢 AND之後的話呢 我要根據check-in Check-in這個裡面呢 並且但是要格式化成 MMDD 就是 月跟 這個 月份跟日的部分 所以這裡的話我可以用一個TEST TEST這個格式化的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可以做什麼用呢 這個函數呢 TXT 這個函數 刮糊 那刮糊呢 根據什麼 根據check-in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資料 所以按一個F3 裡面也可以找到check-in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根據check-in裡面 這個格式 0106 然後面還有 它的格式呢 後面還加上AND什麼呢 再加上一個dash dash 然後加上一個AND AND什麼呢 要check-out的 就是登出的 這個日期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呢 帶給它一個刮糊 刮糊之後按一個F3 F3之後的話呢 再一個check-out check-out 加上 減掉 check-in加1 所以這邊的話再按一個F3 check-in 的日期加上1 然後把它刮糊起來 這樣的話呢 就會產生按打勾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住幾天的意思 他在這邊的飯店住幾天 含糊結束 再加上AND 它的first name 因為我這個是 剛好是一個格式的要求 那就按一個F3 再把first name 放進來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非常的長 按打勾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book ID 這個book ID 就是根據我剛剛的公司 所產生的 那你們可以比對一下 最後把它點兩下 這樣子的話 很快的就可以把 我們題目要求的這個 這個格式做出來 你會發現就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那你從book ID 裡面 就可以看出很多的訊息 包含它 是什麼時候 check-in的 那住了幾天 那它的 他的first name 叫什麼 然後住哪一個 飯店 這邊的話就會顯示出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題要做什麼 第二題是說要我們在 Name的地方 Name的欄位要做什麼 這是book list 要放什麼呢 first name跟 sub name 然後呢 中間空一個空白 那這地方要怎麼做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 first name是在第幾欄呢 第 八欄 這在第九欄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這兩個它要在book list 裡面的name 要出現 所以我要把這個地方booking 這個是一個booking的範圍 裡面的什麼呢 第八跟第九欄 帶過去就好了 那 那查詢的 依據是依據什麼呢 依據 這個部分的id 所以呢 我們根據這個id裡面去查 查 那 這個id裡面 你可以發現這個book id 它會自動幫我查到這個id 也就是這個id裡面呢 自動可以 查出它的名字出來 所以怎麼查呢 首先的話在這個name裡面呢 查了一個函數 一樣呢 用view函數去查 查的value就是這個 a2 然後tablearray呢 就是按一個f3 前面這個就是booking 所以這個就booking 按確定 booking裡面的話呢 我要查到的第幾欄呢 第八欄 然後要怎麼比對呢 完全比對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公式呢 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先把它複製起來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後面呢 第八欄跟第九欄 中間要隔一個什麼空白 所以and 雙引號 按一個空白鍵 再一個雙引號 再一個and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去 並且把第八欄改為第幾欄呢 第九欄 這樣就完成了 按打勾 它就自動幫我把這個編號 去前面查到 一樣的編號的位置 這個人 的名字都帶過來了 有沒有 first name 加上它的soul name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它的名字 你看一下就全部查完了 所以有的時候呢 這個 飯店裡面的管理 如果你在飯店裡面 也要會exale 這個是飯店管理的一個 規則 再來的話呢 Roon number 要怎麼查呢 Roon number 要把那個 一樣 Roon number 是第幾 其實Roon number 是在第六 所以呢 其實公式非常簡單 一樣把剛剛的公式 再貼上去 等於 等於 剛剛好像少了一個等於 把公式貼上去之後的話 把第八欄改為第六欄就好了 那這個 Roon number 就自動查過來了 有沒有 非常快速 那第 這個什麼呢 Nice 這個應該題目我們看一下 這個 Nice 這裡面是要怎麼 根據Book ID去查什麼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然後呢 相減 Check in Check out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其實也是一樣 跟剛剛的公式很類似 就是說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Check in 是在第五 Check in 是在第五 第四 然後 這個是第五 Check out 是第五 所以把第五 減掉第四 就是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所以把第五 減第四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這地方等於 把剛剛那個Vlook函數呢 把第五 減掉 減掉 這地方 減掉 第四 貼上去把他減第四欄 那這樣的結果就出來了 就根據 這個題目的要求 第五減第四打勾 就三天了 就是他住期一個晚上的意思 那這個地方的話 直接就出來了 所以你們去飯店 其實他們也有一套管理系統 有些也是直接用Excel來做管理 不然你要大量的資料 你不可能一下知道 那用Excel一下就可以通通知道了 再來Price 他這個地方的話 多少錢 那這裡的話 多少錢 我們可以根據什麼呢 Price 這部分他有一個工資 Book ID的錢三碼 串接Roon number後 比對什麼 Look up price 的範圍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 Look up 這個地方的話呢 會需要一個 Price Price部分的話呢 其實 在這邊有個對照表 其實應該在hotel裡面有個 Price的一個對照表 在這裡 這邊有個對照表 就一碗多少錢的意思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地方做出來呢 第一個 我們要根據 A2的前三碼 Lap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根據這個的 前三碼 G1- 3 然後呢 去 去比對 OK 最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是 根據題目要求 就是 Look up 我們是前三個字 那就是用什麼 G 用Lap A2 就是這個 前三個 G1- Dash有沒有 然後再加上 C2 C2是什麼 C2是 Roon Number 那 串接起來 G1-372 去查什麼呢 查 這個lookup price 所以你按一個 F1 去查一個 這個Price Price裡面的話就會回傳一個 第二欄裡面的話 就是 這個lookup的Price裡面 就是它的價錢 然後完全比對 按確定之後 你的價錢就出來了 把它填滿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公司的話我想 大概 大概記一下 那題目裡面 根據題目的要求 你就這樣做就可以做得出來 再來 Account 就是說呢 他一個晚上 然後他住幾晚 所以三乘上 3800的話 所以住三晚 就 11,400 所以公司的話 就是D2乘上 E2 打勾 向下填滿 這部分第六題就完成了 OK Price 這個嗎 這個 就是V2的暗數有沒有 然後呢 我把這個展開來給各位看好了 就是你就填空題嘛 就是這個地方就是出來 G1-372 有沒有 他的 前面是他的ID 跟他的那個 Roon number 然後在 Lookup Price 第二欄 0 這樣的話就出來 按確定 就是他的房價 OK 好吧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後面我們還有兩小題 下個禮拜再來結 好了 順利 順利